歡迎大家回來收聽的花頻道 我們上集邀請了Cherry和Mo來討論 女同學社到底是一個什麼組織 上集也有說到 將來二月份的時候會有一個同獨節 但其實大家都不太清楚什麼同獨節 或者還沒聽過 不要緊 我們今天就請Mo和Cherry說一下什麼同獨節 嗯 好啊 其實我們傳名叫做香港同獨文化節 是一個以閱讀為主題 然後集文化、學術、藝術、娛樂這一身的 大型同獨文化活動 同級人啊 是啊 因為我們以閱讀為主題 有些書攤 也有些同志組織攤位 有些性教育攤位 另外還有五個是探討不同的性別議題的活動 一些講座的活動、放映會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參加者 由一走進去我們會場裡面 就好像感覺是置身在一個同志文化的環境裡面 那這個就是同獨文化節的初步的活動 那當然就叫得香港同獨文化節 最重要的就是閱讀是主角 那同獨的意思其實就是同志有善的閱讀 那也是解一同閱讀的意思 那我們希望在文化節裡面 我們會提供一些同志有善 或者性別有善 或者酷兒有關的素材給大家去看 然後就營造一個 去認識、探索和了解性別議題的一個有利環境 那待會我們再細節說一下我們之後有什麼活動 那同獨節的時間、地點在哪裡? 什麼時候? 那其實就快的了 不足一個月我們繼續同學文化節就會開始 那我們都在脈絡中估 那它就是2月13至2月15的 就是星期五、六日就是晚上 早上的11點到晚上8點 在蔡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的中央庭園 就是JCCAC 就是那個我經常都會搞手作試集的 那個地方在細節尾的 哦 其實可能現在在收聽的朋友們 都還在想著 究竟情人節去哪裡呢? 其實這個也可以是其中一個活動 還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JCCAC 其實也挺負文化氣勢 如果你是文青也好 或者是偽文青也好 或者是你喜歡玩的那些 其實也是歡迎大家 以及適合大家過來的 那今年的主題其實是什麼? 我們的主題就是獨愛 那為什麼是獨愛呢? 因為剛才也說了 是創建了2月14日 是一個西方的情人節 所以我們希望踩成那個氣氛 跟愛有關的 而且我們在說的性別 其實中間也包含很多種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叫做獨愛 那獨就是獨書的獨 那我們希望參加者透過閱讀中間 就可以探討不同形式 不同年齡 不同性別 性傾向的愛 那好像會這樣問一下 其實需要不需要長廢那些? 當然不用啦 我們是非謀利性質的組織 所以我們是不需要入場廢的 那如果你再說回這個情人節 你可能會覺得 情人節還要來這麼重的議題 去聽你什麼性別議題 那不要緊要的 因為我們有些比較輕鬆的活動 譬如我們會有同志的攝影 會幫你們跟你的情侶伴侶 或者你暗戀的對象拍照 好甜蜜 還有一些占卜的活動 還有有性事諮詢的活動 你也可以來跟你的伴侶一起去討論 其實我們怎樣才會令到我們的性事愉快一點呢 都可以討論這些東西 那單身來又會不會很尷尬的 那你可以單身來找你的伴侶的嘛 又是 讀我去變了 是的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閱讀與分享空間 你在那裡 我們其實會放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書籍在裡面 那我們是鼓勵大家 在看書的時候 問一下旁邊有一個 喂 你在看什麼書啊 那你就可以透過閱讀去認識不同的人 又好像OK 是不是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有搞同志這個構思 其實因為我們覺得 過去香港都有很多的同志文化活動 但是可能大型的 或者是社會上引起關注的大型的文化活動 或者閱讀主題的活動比較少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因為其實 說回香港同志界裡面大型的活動 通常都是嘉年華會式的活動 例如會有些明星表演 或者是大家穿得很漂亮 那一個呈現出來的同志的形象 都是一些正面的同志 是中產的同志 大家都是英俊英俊的 這些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社會是需要一些 同志需要有曝光律的嘛 那是需要這樣的活動的 但是我們其實同志運動裡面需要一些分工 我們需要給大家認識到 其實同志不是只有一個面貌的嘛 那都會有一些可能同志會老 同志會變得醜樣 或者像我本身那樣的同志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大家進來可以透過閱讀 因為閱讀是最直接可以吸收到一些知識的一個途徑 也是大家都會做的一件事 所以去認識到其實同志有多元的面貌 甚至乎同志自己本身看完這些書之後 都會對自己身份有多重的認同 那講同讀節啦 書是主角啦 想讓大家多看一些書 多學一些東西 多吸收一些東西 那有什麼書可以介紹給大家呢 那我們呢 因為有不同的書商會參戰 所以都會有很多類型的書 譬如有 寫科、文學、哲學、工具書、人物記事 人物記事都會有的 那以人物記事來說 我手上就有這本蘇美智寫的 《我門的同志孩子》 其實都出了幾年了 裡面有包含了不同的故事 包括是同志他們本身 也有他們的父母當中 如何去克服這個心理的障礙等等 還有呢 最近出了一本 《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的口術史》 那這本書我覺得都是值得看的 因為呢 剛才都說了 同志其實有不同的面貌 但是我們好像經常都忽略了年老的同志 所以這一本書也是關於香港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去看的 是的 那聽他們介紹的書都很適合 帶來如果自己爸爸媽媽OK的話 都帶來他們 可以讓他們認識一下同志各方面的面貌 沒錯 還有其實呢 除了這些 比較像小說 或者是 這些 多文字的書之外 其實我們現場都會有一些同志的雜誌 和漫畫去賣 因為我們經常覺得 搞一個活動 我們需要有不同 適合不同程度的人去參加的 那你 譬如我自己本身就不太喜歡看很多字的書 那我可以看漫畫 看雜誌 從而去 都感受一下同志文化的氣氛 那聽起來其實真的是老少咸儀 那大家就記住2月13日至15日 是嗎 在石劍尾 是的 那就有時間了 或者情人節都想不到什麼地方去呢 就去一下我們這個同毒節 那就可以知道有什麼玩 這個好一個月的地方 那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那我們下集 都還會再繼續說一下同毒節有什麼其他活動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那就跟大家說一聲拜拜 拜拜